土耳其官魔器人八地卷 发生到现在 已经超过5天120个小时 有一个国救难团队 都在奋力地拼战 到今天还是有受困的民众 是获救的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圆明怀孕6个月的妈妈 以及她7岁女儿 在当地时间10号晚上 也就是在受困 115个小时之后 在加济安太普获救了 一起来看 我们根据路透提供的画面 是这位怀孕6个月的妈妈 以及她7岁的女儿 获救之后 由救难人员 抬着担架 把她抬出瓦砺堆 根据目前的估计 而土恤两国 因为这次大地震的 罹难人数 已经超过了2.3万人 死伤人数 更是本世纪 重大天灾伤亡的第7位 超过了2011年 日本东北大地震 而排名第6的是 2003年的伊朗大地震 当时死亡人数 超过3.1万人 土耳其以及叙利亚的强政 目前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2万人 定居台湾的土耳其男星 吴凤他就输了 台湾第一时间就伸出援手 吴凤也表示 土耳其前总理大赞 台湾是我们公民 而昨天吴凤之吉内湖 捐赠物资的现场 没想到一天之内 就涌入了好几顿的爱心物资 连土耳其代表也很吃惊 停车场这边也塞车了 满满的都是来自台湾的爱心 而土耳其长征 也让长期在土耳其的台湾中心 发起了募款 但是科技专家许美华 就在脸书上面揭发了 说台湾中心的一个内幕 他说了有网友就爆料了 之前台湾中心曾经帮赴乌克兰 志愿军不幸身亡的阿美族战事 增胜光来募款 募款时间结束之后却又重启 家属没有委托协会重启 也没有收到募款之后 再重启的这个额外款项 徐满华的坦言 曝光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善款运作应该要透明化 也可以受到社会的检视监督 让捐款人才能整整的安心 大家都很在意说自己捐的钱 是不是真的用在了该用的地方 对此台湾中心也做了一个回应 他说没有预先准备 没有事前训练 也许有思考不周的地方 有待来改善 那有难的人就是那名 那名就是台湾中心要照顾的人 好 这样子的一个回应 希望说可以针对这件事情的争议 来做缓夹 这一次土耳其及叙利亚的强政 造成死伤人数不断地往上攀升 目前为止这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2.3万人 不过在各国救难队的抢救之下 还是有发生了不少奇迹 叙利亚的救难队 在救出小女童之后 诚勤的民众在周围欢呼 大家一起看着奇迹时刻的到来 可以看到成群的民众 所有人都在目睹奇迹的一刻 目前救援工作已经来到了第五天 而面对这一区百年来最严重的地震 联合国就警告了 这起强政恐怕导致叙利亚 高达530万人乌家可归 需要避难所的援助 土耳其强政之下 有一名母亲在瓦利堆下 生下女儿之后不幸死亡 小女婴被发现的时候 身上还有着期待 连着她死去的母亲 是紧紧相连在一起 现在这名小女孩被取名为奇迹 还有成间上万人联系医院 想要收养她 这当中还包含一名主播 一起来看 她就是在瓦利堆下出身的奇迹宝宝 被发现时还连着期待 母亲用尽最后的力量 生下她后独自死去 事后小女婴被取名为阿亚 也就是奇迹 阿亚的故事通过媒体在全球放送 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联系医院 想要收养她 当中包括了一名科威特的主播 但医生说不会让任何人收养阿亚 将带她如青山女儿 直到阿亚的远房亲戚回来接手照顾 而在强证后五十六小时 土耳其救出了一名一岁半的女婴 全场感动落泪 就连记者都不断哽咽 愿她能活下去 全靠怀孕母亲不断哺乳提供营养 幸好母女两陆续被救出 让一旁苦等的父亲再也止不住泪水 抱起女儿亲了好几下 重灾区哈泰省搜救人员抱着男婴赶紧送医 出生才十天大的男婴及母亲 被活埋九十小时之后幸运获救 也让在场为之振奋 也难怪就连对这么无力 并有研究指出 受困第五天 生存率只剩下百分之六 小区不救恐怕希望渺茫 记者综合报道